室友兴冲冲地约我去云南挨劳山探险 在山脚吃了顿饭的功夫 女探险家就想单独带室友去找什么绝密景点 我劝他别去 女探险家被拒绝后转头拉走了另一个男生 两个月后 女探险家的短视频爆火 那个被带走的男生也一夜爆红 开直播传打赏 原来 女探险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探险博主 当晚 室友冲进宿舍 用登山绳死死勒住我的脖子 都怪你 要不是你拦着 现在出名发财的就是我了 在睁眼 室友正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兄弟 你说我要不要跟他进山 依依 听到室友郑浩南的声音 我浑身一颤 记忆中 我是窒息而亡的 我兴高采烈地打开宿舍门 准备叫郑浩南一起去网吧 他却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根登山绳 死死地缠住了我的脖子 我不断挣扎 不解地问 不是 你发什么疯 郑浩南满脸怨恨 都怪你 要不是你拦着我跟陈璇去探险 现在我就是网红了 我趁他说话发泄的空荡 一肘子顶在他肚子上 可他像疯了一样 抄起凳子就砸 我被一板凳砸倒在地 眼看着他抽出登山刀 一下下地往我身上炸 墓远 室友的呼唤把我拉回现实 我掐了自己一把 意识到自己真的重生了 看着郑浩南兴奋又犹豫的样子 我冷冷开口 大老爷们儿 自己的事自己定 问我干嘛 既然他想找刺激 我有什么理由拦着 上一世 郑浩南也是这样问我 要不要跟女探险家陈璇走 那可是哀劳山啊 我国的死亡禁区之一 这些人还真当禁区当仙境啊 真的到了原始森林深处 喊破喉咙都没人会管你 我觉得太危险 硬是阻止了郑浩南 最后 陈璇带着另一个男生进了山 当天晚上 我们又遇到那个男生 他浑身是伤 正从警局往出走 明明是我救了郑浩南一命 可他转头就只记得 错过了成名机会 还怪到我头上 这辈子 我不会再拦他 郑浩南不爽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要跟陈璇走 等等 他突然回头 牧原 你也一起来呗 人多更安全 我摇头 表示没兴趣 郑浩南不依不饶 你不是说手机快没电了吗 在游客中心干等着也是等 不如一起去陈璇挑眉笑道 帅哥 我可是专业的 保证让你们玩得尽兴又安全 周围几个男生起哄 说我胆小如鼠 我冷笑一声 不用了 把充电宝给我 我自己找车回去 郑浩南一脸不耐烦 我没有充电宝 我不再理他 上前从他包里翻出我之前放在里面的充电宝 这不就是吗 你是不是傻 郑浩南没吭声 冷笑一声 陈璇突然伸手一挥 我的充电宝被打到地上摔得粉碎 你有病吧 我不敢相信地瞪着他 郑浩南却笑嘻嘻地搂住我的肩膀 行了兄弟 跟我们走一趟呗 你就不想看看爱劳山里面是什么呀 二 我们在爱劳山脚下的游客中心僵持不下 陈璇的助手王也突然冲过来想硬拉我上车 你脑子有空吧 我说了不去 你们听不懂人话 他们蛮横的举动 引来周围散客的一阵哄笑和启哄声 放眼望去 全是一群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家伙 我抓起登山杖狠狠地砸向王爷的手臂 他痴痛松开我 抬手就要还击 我正要掏出手机报警 却被郑浩南一把按住 牧原 人家就是想带咱们玩玩 又不让你花钱 你至于这么闹吗 话音刚落 啪的一声脆响 我的脸火辣辣的疼 嘴里一股铁锈尾 我眼睛发红 恨恨地瞪着郑浩南 他善笑着收回手 小声嘀咕 瞪什么瞪 你先动手的 挨一巴掌不冤 我死死盯着他们 突然笑了 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举报 他们非法探险 话没说两句 手机就被陈玄抢走挂断 我毫不示弱地瞪着他 怎么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还想干嘛 环顾四周 刚才起哄的人群 见势头不对 都缩到一边 窃窃私语 陈玄反应很快 挤出笑脸 转身给了助手一巴掌 小张 快给李同学道歉 那助手吐了口唾沫 不清不愿地说了声对不起 我冷笑 你说什么 大声点 我听不见 赶紧道歉 陈玄踢了助手一脚 一会儿你再找个愿意去的人 跟我们走 那助手眼睛一亮 突然来了精神 连声向我道歉 我懒得理他 转身就要走 郑浩南又叫住我 我不耐烦地回头 怎么 你想跟我一起回去 那就快点 他缩了缩脖子 支支吾吾地开口 那个 你可别告诉我爸妈 我吃笑一声 头也不回地离开 走出老远 我还听见 有个男生兴奋地说 要跟着他们进山 是上医师那个 跟着陈玄爆红的男生 当天晚上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学校宿舍 脸上的伤 还在隐隐作痛 一群学生围在我身边 七嘴八舌地问着 发生了什么事 三 我和郑浩南 从高中就是同学 大学又成了室友 关系铁得很 他爸是退役特种兵 在我们大学 当宿管安保 听说我回来了 立马冲到我们南寝 我故意跌坐在地上 大喊 叔叔 快去找浩南吧 他 他 我侧过脸 露出亲子的伤痕 欲言又止 让周围的同学脑补去吧 郑叔顾不上其他 急得直跺脚 小李 快说啊 我儿子怎么了 别急死我啊 我掏出没电的手机 说浩南跟人去挨劳山深处探险了 我拦着反被打了一顿 跑了大半天才回来 让郑叔赶紧去找人 郑叔一听就慌了 连气点在哪都没问清楚 掏出手机就给警局的老战友打电话 声音都在抖 周围的同学看我一身泥泞 纷纷说李沐源够义气 从高中就是这么靠谱的哥们 再说起郑浩南 大家的眼神就有点怪怪的 郑叔缓过神来 想扶我起来 但我就是站不稳 我吓得直哆嗦 大喊那帮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山里没信号 让他赶紧想办法救人 郑叔想我握嘴 突然被人推开 抬头一看 是我爸 满脸焦急地看着我 上一世的痛苦涌上心头 我一把抱住老爸 哭得像个孩子 爸爸丢下一句我去报警 就拽着我回宿舍找冰敷脸 听完经过 他很拍桌子 早看出姓正的那小子不靠谱 以后少跟他混 他还不解气 看我脸肿得跟猪头似的 非要带我去报案 我想起上一世那个男生 肯定报过警 但最后不了了之 甚至进了陈玄他们公司工作 不管是靠关系还是钱 肯定有猫腻 但如果多个人来作证 想到这 我看了眼时间 拉着老爸就往警局跑 路上还喊上了证书 和几个看热闹的同学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报完案 天都黑透了 警方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有危险 给24小时后才能立案 证书一听就急了 说要自己进山里找 我刚要来 突然看见一个浑身是伤 衣衫不整的男生 亮亮呛呛地走了进来 我眉头一皱 这伤比上辈子还重了 警察赶紧围上去问情况 我大声问那男生 郑浩南是不是和你们一起的 他人呢 证书一听 腿一软 差点摔倒 他冲过去抓住那男生 就你一个人 我儿子呢 我儿子在哪 那男生像是受了巨大惊吓 浑身发抖 眼神涣散 别打我 放过我 求你们了 警察赶紧来安抚那男生 郑书在旁边急得直转圈 求他们赶紧去找人 警察说现在从这个幸存者嘴里 问到消息是最快的 郑书忍不住又冲过去 但怕吓着人 只是不停地问 郑浩南 你认识郑浩南吗 他在哪 还好吗 那男生听到这名字 眼神突然聚焦 直勾勾地盯着郑书 嘴唇颤抖 郑浩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四 啊 那个男生突然开始拾声尖叫 他猛地冲向郑书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死死不放手 保安们费了好大劲 才把两人分开 郑书的衣服都被扯烂了 畜生 你儿子就是个畜生 那男生疯狂地大叫 警察同志 他是帮凶啊 从他断断续续的话里 我大致听明白了 陈玄带他们去了哀劳山的一处悬崖 突然冒出几个陌生人 他们被迫参与了非法探险和猎杀 这个男生趁乱逃走了 但他被后来逃出来的郑浩南找到了 他以为两人可以互相照应 一起脱险 谁知郑浩南却把他带回了那群疯子那里 原来这只是那帮人的一场变态游戏 而郑浩南竟然心甘情愿当了他们的帮凶 那男生一通发泄后晕了过去 警察查出他叫周明 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只能按我说的地址 带着郑书开车往挨劳山赶 我爸和几个同学也决定跟去看看 我死活要跟 他们只好带上我 车上 怕影响开车 我小声嘀咕 不会的 浩南不是这种人 第一次见面 他不会出事的 我故作交集 语无伦次地念叨着 坐旁边的我爸拍拍我肩膀 别自责 有福之人自有天象 等我们到地方 正等着救援队 忽然听见越野摩托的轰鸣声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 车灯一照 赫然是郑浩南 陈玄他们 郑浩南被一个壮汉搂着 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嘴唇肿得跟香肠似的 胳膊上全是划痕 看着触目惊心 最主要的是 他的裤子也不翼而飞 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警察立刻把他们团团围住 郑书冲过去拉住郑浩南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的傻儿子啊 你这以后可怎么办啊 我眼机手快 脱下外套给郑浩南披上 谁知郑浩南一把甩开 一身臭汗 恶心死了 他又推开郑书 不耐烦地喊 哭丧呢 我又没死 就是跟朋友多玩了一会 至于吗 郑书愣在原地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 可是小李说 我靠 李牧原 郑浩南冲我吼道 你呀是不是极度老子 交到好朋友了 就在背后瞎咧咧 你他妈见不见啊 却朋友没人约你玩是不是 郑浩南跟疯狗似的 冲我乱咬一通 我装作无辜的样子 浩南 你是不是受刺激了 别怕 我们都会陪你渡过难关的 我爸可不惯着他 你小子说啥呢 牧原嫉妒你啥 嫉妒你像个破步一样 被人用来用去 呜 郑浩南脸色阴沉 这时候才想起 遮掩身上的伤痕 你们这群老古董 董个屁 我们可是在探索未知 话音刚落 我看见我爸 深吸几口气 显然在压抑怒火 警察喝道 别吵了 有什么话 回办公点再说 郑浩南不顾他爸的拉扯 只往陈璇身边凑 陈璇皱眉瞥了他一眼 他又善善地转向往眼 我琢磨着这里头有猫腻 上车后安慰了下我爸 脑子里开始盘散 旁人怕是以为我被打击得不轻 老爸开口道 牧原 以后少跟郑浩南混 这小子就是个坑货 竟给你拖后腿 我爸也帮枪 其他同学纷纷点头附和 到了临时办公点 我只认王爷打人 这时警察拿来检测报告 证实周明身上的伤 是由攀爬造成 没有他人伤害痕迹 王爷瞟了眼陈璇 大言不惭地对警察说 周明是我前男友 看我有了新搭档 就心生肚恨 他想破坏我们的探险计划 趁郑浩南去取装备时 故意从悬崖上跳下来 碰瓷他话音刚落 其他人就轰笑起来 警察拍周怒吓 都给我正经点 你的意思是 一个专业户外运动员 为了陷害你们 自己从悬崖上跳下来 没错啊 王爷一脸你懂的表情 这家伙就是个极限运动狂 最爱玩命 当初没进我们探险队 他就自导自演着出戏 我听得直犯恶行 警察又盘问起 郑浩南的事 没想到王爷说起来 头头是道 连带着把我的事 也抖落了不少 我注意到 王爷每多爆料一件事 郑浩南看陈璇的眼神 就多几分崇拜 我猜测 郑浩南八成时 知道了陈璇的真实身份 而王爷是被推出来顶锅的 郑浩南也对王爷的话 照单全收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除了暂扣王爷的证件 其他人都被放行了 至于我的伤 王爷再三赔礼 还当场转了三千块 作为医药费 我瞥了眼周明所在的房间 心想如果他改口 恐怕就再也没人 能替他讨回公道了 六 果然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郑浩南敲开了我宿舍的门 他穿着一身名牌户外装备 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周明那孬肿改口了 呵呵 他家人收了五十万 说他有严重的登山幻想症 现在啊 被送去康复中心了 我失望地看着他 目光中充满谴责 李沐云 你装什么圣人 你知不知道 陈璇背后的探险队有多牛 我只要陪他演一出戏 就能加入顶级探险队 以后前途无量 你一个月实习工资三千的酱油子 凭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们宿舍楼隔音还行 而且现在大部分人都在上课 我注意到郑浩南虽然激动 但还是有意识地压低了声音 浩南 我是怕你被骗啊 别说那些大探险队了 就是普通户外俱乐部 也不会接受队员参与非法探险吧 你这样 话没说完 郑浩南猛地推了我一把 你懂个屁 你以为顶级探险队是干什么的 有些地方不偷偷进去 怎么拍到独家画面 陈璇说了 他一眼就看中我的潜力 所以才给我机会表现 像你这种胆小鬼 就在学校里啃书本吧 毕业后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辈子窝在格子间里 当个死牛马 万万没想到 陈璇居然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主 我假装被推倒在地 故意发出很大动静 宿舍门开着 走廊里传来同学们的脚步声 郑浩南的所作所为 很快在整个系里传开了 只要他出现在教学楼 就会有人指指点点 郑浩南受不了 退了学 听说是跟着陈璇的团队走了 从此 在没人在我认真学习的时候 叫我出去瞎混 我的成绩 很快得到了导师的赏识 正好实验室有个项目助理的空缺 我居然被推荐上网 我更加努力地钻研 生怕辜负了导师的期望 等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的节奏 才有时间去打听郑浩南的事 学校论坛和朋友圈里 都在议论纷纷 我这才知道 郑浩南根本没进什么顶级探险队 他租住在城郊的一个破旧公寓里 好像是网野的地方 周末 我借口找同学玩 来到了那片老旧小区 大白天的 我其实没抱太大希望 但真让我撞见那几个人 鬼鬼祟祟的进了郑浩南住的楼洞 没多久就传出了吵闹声 像是在策划什么 我皱了皱眉 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是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我掏出手机 给林业局的举报热线拨了过去 看着一群人被警察带走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快 听到他们被带走时 郑浩南和王爷的争吵 我心生一计 我决定帮郑浩南一把 让他尽快看清现实 戏 我把偷拍的视频稍加剪辑 用匿名账号发到了学校论坛 和户外探险社区 视频标题是震惊 某网红探险队在哀劳山疯狂破坏环境 内容劲爆 很快就火了 有人愤怒谴责 有人幸灾乐祸 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中又扯出了 这帮探险恶魔的更多劣迹 热搜紧喷 爱劳山生态破坏 网红探险真相等话题冲上榜首 等陈玄的团队反应过来 响彻热搜 为时已晚 我看着他们接连被户外品牌解约 以及频频爆出的违规探险爆料 默默等待好戏上演 果然没几天 正好南大半夜跑来敲我宿舍门 气势汹汹 他拿出一份探险队正式聘用合同 还说要我这个曾经的好兄弟 做他的助理 我扫了眼合同 抬头赫然是探秘境第四个大字 底下是陈玄和郑浩南的名字 我挑眉看他 郑浩南一脸得意 现在给我道个歉 等我成了顶级探险家 说不定还能带你小子 渐渐失眠 我把合同甩回去 冷笑道 你确定你是主力队员 不是去给人打砸的 郑浩南愣住了 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我慢悠悠地掏出手机 给他看另一份完全相同的合同 只不过队员名字变成了周明 心里暗骂一声 这帮资本家真会玩 签这么多人当替补 纯属耍猴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不知道这是吧 到底谁才是正式队员 还是说你们都是替补 我故意大声嚷嚷 郑浩南脸上的通红 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把照片删得一干二净 我拍拍他肩膀 等你搞清楚自己 到底是几号替补 再来炫耀吧 工具人郑浩南气得直跺脚 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换上运动服 打车赶到郊区的户外训练基地 破旧的营地显然属于管理 还好地方偏僻 不然非得惹来一堆看热闹的 就这样 我还是看到几顶帐篷里亮起了灯 隐约能听到郑浩南质问王爷 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爷起初还好声好气地解释 但随着郑浩南情绪激动 王爷的语气也渐渐带上了威胁 突然安静了一瞬 接着传来众物倒地的声音 然后是郑浩南的怒骂 王爷冷笑道 本想再耍你几天 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抬局 就你这种废物 还想当正式队员 做梦 要不是陈姐说 留着你还有点用 老子才懒得搭理你这种废物 郑浩南难以置信地大吼大叫 疯狂咒骂王爷和陈璇 接下来就是一片混乱 争吵声 摔打声此起彼伏 我心里那口恶气总算出了一半 眼看着周围的帐篷 有人掀开门帘张望 我赶紧溜之大吉 接下来一个月 我再没见过郑浩南 只是偶尔回宿舍晚了 会碰到郑叔 鬼鬼祟祟地提着保温筒出门 看方向 八成是去找郑浩南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 我正想睡得懒觉 却被急促地敲门声吵醒 门外站着的 是郑叔 八 上一世我死时 依稀记得郑叔 慌张地冲进宿舍 他一把读过郑浩南手里的登山稿 让他赶紧跑 说一切后果他来担着 想到此 瞌睡虫瞬间跑光 我警惕地盯着郑叔 郑叔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说郑浩南加入了陈璇的探险队 下周要参加个大型户外挑战赛 郑浩南让我今天有空的话 去训练营看看 顺便帮他检查下装备 我没表态 只问了训练营的具体位置 郑叔走后 我一查地图 发现是个保护警区 我给之前举报时认识的森林警察打了个电话 问他想不想立个大功 郑浩南在微信上催我 问啥时候到 和警察约好后 我回复说马上就来 坐在警车上 我看见那的警察穿着便装被人掺出来 后面跟着一群熟悉的面孔 只是没看见陈璇 郑浩南和王爷也不在其中 警察上车后 冲我挤了几眼睛 我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这回可没人来保释 除了陈璇和王爷 其他人全被逮的正招 做完笔录回到学校 天都黑透了 我低着头往宿舍走 手却不自觉地摸向背包 紧紧钻住甩棍 上一世的惨死 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变得敏感多疑 总觉得有人在暗中想害死我 果不其然 地上的影子一晃 我立马掏出甩棍一顿乱砸 郑浩南捂着头破口大骂 我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兵狗 抄起背包里的登山杖 就往他身上招呼 他看不清路 跌跌撞撞地逃 撞在墙上又弹回来 我对准他的伤处 又是一顿猛抽 还没过瘾 他就跪地求饶 说再也不敢了 我刚收起登山杖 他又猛扑过来 我抓起背包带 狠抽他后背 他惨叫一声 疼得直打滚 却还在宁笑 我靠 这疯子不会被抽出快感了吧 我冷笑一声 你又发什么疯 正好南眯着眼 恶狠狠地瞪我 为什么不拉我一把 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跳坑 我皱眉打量他 试探着问 这不是你自己非要选的路吗 他原地暴走 老子想当探险界的网红 不是去当非法越野的马仔 都怪你 都怪你 要不是你从中作梗 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 我不该被人威胁 不该被逼着干违法的勾当 我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 听他这么说 我浑身一阵激动 这家伙终于后悔了啊 妈的 上辈子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还被拉黑 那个憋屈劲谁受得了 这辈子 我看着他一步步往坑里跳 还得装作不知情 每次见他 我都想撕破他的伪装 看他后悔的肠子 都轻了的样子 那样才能平复我前世的创伤 终于啊 在我步步为营 朝朝至盛下 他的面具碎了 我打开手机录音 放出他在网眼面前 谄媚求饶的声音 郑浩南一下子摊在地上 我一步步逼近 恭喜你 没有我的干预 自己做出了个好果子来 认命吧 探险界顶流的位置 无论是这辈子 还是上辈子 都是周明的 说白了 还不是你没本事 连把兵稿都只敢对准我 我捏住他的下巴 逼他看着我 我现在可是户外装备 公司的老总 你还不知道吧 年营业额上亿 你就在你那份坑一样的人生里 永远仰望我吧 等着发臭发烂吧 说完 我举起手里的登山杖 郑浩南荒不择路地逃了 回到宿舍 我猛灌了几口冰水 平复着狂跳的心脏 翻出周明的微信 我给他发了条消息 九 是周明主动联系的我 就在陈璇涉嫌组织非法探险的帖子 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他被家人从康复中心接出来 说是让他准备参加一个大型探险挑战赛 队友竟然是差点毁了他一生的陈璇 周明告诉我 郑浩南快被王爷逼疯了 但因为比赛再急 必须让他状态完好的和王爷一起出现在赛场上 为了安抚周明 陈璇给了他一块独立的高级训练营地 作为回报 那天挑衅陈璇的我成了他的目标 周明说陈璇背后的关系网太硬 就算被抓也能很快脱身 说不定那群探险疯子还能跟着逃过惩罚 所以他想办法拖住了陈璇和王爷 剩下的人陈璇懒得管 反正也得有人为这是背锅 我让周明这段时间小心点 最好能把麻烦引到别人身上去 到底是我高估了郑浩南 接下来一段时间风平浪静 我本没打算去看这个狗屁挑战赛 谁知道周五下班老板通知 我们作为赞助商得去给主办方捧场 还能咋地 回来的收到 立马冲去户外用品店 我全副武装的出席 就为了亲眼看着郑浩南一步步跌进深渊 陈璇他们为这次双人挑战赛准备的装备 看得出敷衍了事 那些定制探险服表面看着高大上 仔细一瞧全是粗质烂造 松垮到郑浩南腰间都能别把灯扇刀 脱发状况来得猝不及防 人们还在闲聊 郑浩南已经连续破坏了两套安全设备 周明的安全绳被割断 摔在地上直抽冷气 陈璇的氧气瓶却被郑浩南一稿子砸穿了 现场乱成一锅粥 观众们四散奔逃 生怕自己也遭殃 陈璇的父母逆着人流往前紧 我站在原地没动 看见郑浩南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自己的双手 周明脸上却露出解脱的微笑 网野趁乱溜向了后台 保安很快控制住局面 等警察把郑浩南带走时 我听见他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我是要当探险明星的 我没想害陈璇啊 周明被赶来的专业救援队带走 没人注意到的角落里 他朝我使了个眼色 嘴型似乎在说保重 救援车开走后 我瞅了眼地上的血迹 一股特效血浆的味道 我仔细观察了下 救援车上的标志 怎么看都像是心贴上去的 我轻笑一声 拦住了急着去看儿子的政府 他们不认识我 但看我一身名牌 居然也能安下心来跟我闲聊几句 等救援车彻底消失 我才侧身让他们过去 本该是个作秀的挑战赛 请来的户外主播们 这会儿忙着到处直播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这是很快就会在探险圈炸锅 就是不知道 对陈玄的赞助商有多大影响 希望他们的对手能借机发力 是 事故发生后 我们公司给全体员工放了三天假 周三复工时 老板开会宣布 终止与陈玄团队的赞助合同 让我们各显神通 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我立马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 直到郑浩南入狱的消息传来 我才有了真实感 我打开直播 看着郑浩南接受庭审 没别的想法 就想看看他害怕 绝望 不甘的样子 看完 我神清气爽地关掉了电脑 第二天 老爸一脸愁容地回来 说学校生育受损 户外社团全被勒令解散 我不解地看向他 老爸叹了口气 说郑叔辞职了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 老爸摇摇头 说郑叔早在比赛那天就想辞职 觉得太丢人 这回可算如愿了 我不禁感叹 有些人真是靠不住 没想到 我这个刚上任的项目主管 居然第一个拉来了新的合作方 不到一个月 之前失魂落魄的周明 现在精神焕发 他站在我们新设计的安全绳旁 告诉我事发后 他立即解除了与陈玄的合作 他的探险搭档不知情况 莫名被甩 找不到人还伤心地跑去了尼泊尔 看到网上打码的事故照片 才急匆匆往回赶 如今陈玄的市场份额 被我们残舌大半 他的搭档主动提出 要和他长期合作 誓言要一起推广安全探险理念 我欣然接受了这次合作 凭借新签的大单 我晋升为公司副总 年营业额突破了一个亿 我们建立了新的训练基地 还开发了一系列环保登山装备 我站在埃劳山脚下的观景台上 远眺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山林 经过这次事件 我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户外装备梦想 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 和环保理念做出了贡献 远处 一块醒目的警示牌映入眼帘 埃劳山自然保护区 未经许可禁止入内 这是我们与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合作设立的 从此 埃劳山的保护工作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 也成为了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的典范 我们的公司推出了一系列 以埃劳山为主题的环保纪念品和虚拟探险项目 让人们在不影响生态的情况下 也能领略埃劳山的魅力 同时 我们也积极参与到经批准的科研考察活动中 曾经的阴霾已经散去 前方是一片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天地 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守护 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 更是在推广负责任的户外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埃劳山的神秘与美丽将永续传承 而我们将继续在保护自然与探索户外之间寻找平衡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文完